歡迎收看由 Pulse 余昭俊帶來的 108全年度大軍籃球聯賽 公開一級女子組 北市大隊世新大學 在世新大學舉行的比賽呢 地主世新大學跟北市大 目前都是全勝的戰績 都各拿了四勝 在剛才佛奧大學贏球之後呢 目前有兩支球隊 取得了五勝零敗 來西亞去進行了這個 應該說是這個奧運的預選賽 所以呢 朱玉琴現在 在結束了這個比賽徵招之後 解編之後回到了球隊 這場比賽擔任球隊的 先發球員朱玉琴 吳采婷 另外搭配了張雅萍 史靖茹跟曾宇晨 世新大學先發舞人陳玉提 蘇嘉賢之外搭配了 芳瑜 琳蝶跟羅培珍 對 出力球方面還是比較深色 但是在這個擔任封組上 是完全沒有問題 是 我琳蝶一開始 選手以及浦門高中 轉來的羅培珍跟羅培儀 林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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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田的籃板球 林田 一寸高一寸強啊 在籃底下真是伊達 石靖茹 石靖茹 好球 三線開攻從左路發動 到右路之後再回給左路 最後由 朱玉琴再敲一球 這就是剛才前一場比賽 Stora提到了 防守球員做成功的地方是你必須 弱的一環 因為對方的這個身材不夠 對 因為不論怎麼換房 都會成為Statch 這也給了世新的球送不出來 這是那大絕招啊 朱玉琴 在背後這步的出手 朱玉琴 朱玉琴 在背後這步的出手 朱玉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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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點在栽亡立扛 面對對位是經驗比較差 終於還是靠著張亞平 結束了先稍作休息 換上東泰的淩雲化 Score App 那這個大專體總所專屬的這個APP 如果使用的話呢 就可以在現場集點 來 反而是世青的第二梯隊 暫時跑起來很順 原本教練希望能夠送到這個送球點上 就主播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時候你們一看 羅黑在漢第八分直接拔起來投籃 今天這場球賽 他這樣的一個得分方式 就一定會頻頻出現 不錯還是送不出去了 千語體反超捷 三分線幾零出銷 Score Shop 這場球賽 他還在 直接牽入籃底 最後一個黑針推選 用肩膀的晃動 回頭身就沒有做效 十四分的差距 一路殺進的禁區 劣打的時間其實不長 是 是 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有數據上的貢獻 羅培真 連續動作 In the zone 中路不好 不講 這四個 外圍佔四個 然後裡面只有一個封� 是 這場爬升的話 零點在籃底座資源回收 機會 雖然北市長 你看這一波是成功 朱雨晴的搭配 一波三分直接出手 這個推頭 蘇沙欣跟芳宇 下半場先在板陣上 所以下半場是有陳曉涵 跟吳孟喬兩個人擔任先發 所以我們的高個子喔 像這種 呃 比較高 然後呢 身材比較 是 直接B 直接做 做成了進攻的非法掩護 因為你知道進攻上面 你要做掩護是很好 但是你不可以是行進間的 因為這樣子就等於說 沒有這個out of bounds 他們的隊友跟他講 這是個二號戰士 好球 地板球 人縫中插針 林平宇先把球控制下來 地板球球先拉得很長 曾宇辰 打得有點混亂 繞過來後左側邊 哇 哇這個時間 李思勇帽跟林蝶 搶完 左邊搶完 右邊搶完 右邊搶完 左邊再搶 林蝶在右邊補進這球 然後最後側不出手 哇 好球 好球 陳子華來自北英女的射手 非常重要 林蝶在空中 掌握支空準球準 球準算 好球 好球 林蝶在今天替補上來幾乎一針之外 他是第三個每一節都有分數得到的士星的球員 好球 對 士星的戰術其實跑得比較複雜 好球 但相當之下北施大他們的這個戰術 其實多半是比較簡單的兩人或三人組合 竹羽群跳得很高 前面又交給了老搭檔 不要維持 在籃球 可惜了一個藍底下的EZ2 對 擊球 進的不要遠的要 直接一針三針 Dalisa抽競選 在陈玉提 中距離帶一步投射,轉了一圈,靈蝶 金鋒蛋板直接把張亞萍給放倒在地 三分破,這比賽還有機會,這三場人叮人 回到半場之後,我們是叮人帶區 靈蝶20分率先達正 投了機會 不過靈蝶這幾波非常賣力 看他已經示意讓他的隊友打他的另外一邊 然後這樣很冷卻的 差一點的角色 好,比賽結束 世新大學在最後下半場頂住了北市大的反攻 在地主球迷的加持之下 最後以將近10分的差距 78比69,9分差 擊敗了台北勢力大選 中文字幕提供